八爪魚保羅拍廣告救海龜 德國神算子八爪魚保羅曾經因為預測德國隊無緣奪得南非世界杯冠軍而收到死亡恐嚇, 但他名揚四海已成為全球搶手廣告新星。 最近還為德國連鎖超市代言,在印上超市名的箱中捏青口吃,拍得很輕鬆。 成為巨星經理人說保羅的廣告酬勞可觀, 但保羅只喜歡青口,將廣告酬勞捐給希臘海龜保育組織。 諷刺的是他代言的超市,在網站極力推銷急凍和新鮮八爪魚肉質鮮味。 那保羅豈不是出賣同類?